美国白宫竟连这种无知的话,都对中国说出来了。 原标题,美国白宫竟连这种无知的话,都对中国说出来了。 今年以来,从谴责万豪公司将台港澳和西藏列为国家开始,中国网民陆续发起了一系列对西方公司关于台港澳称呼的纠正行动。 近期,外国航空公司也受到了中国舆论的关注。 然而,对于我们民意的发酵和民间舆论逐渐形成的影响力,美国白宫却在昨天凌晨给出了一番极为荒唐的回应。 根据路透社等西方媒体报道,美国白宫在其官方声明中是这么说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贯反对一切形式的政治正确,所以他也会支持美国人民一起抵制中国共产党政府企图,对美国企业和公民强加的种种关于中国的政治正确。 这里,耿直哥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圈出来的,政治正确,这个词,因为美国白宫把中国提出的要求打上政治正确这个标签,恰恰证明了特朗普及其团队的无知。 为啥这么说呢?我们先看一下,政治正确,一词的定义和背景。 根据牛津、维士、剑桥等知名英语词典的解释,政治正确指的是一种避免使用会引起某些弱势或一遭歧视的团体的不悦,甚至会对对方造成侮辱的表达方式或行为的做法。 常见于性别和种族领域。 比如,美国社会就严禁用negro、黑鬼,这个充满种族歧视的词语去称呼黑人群体。 不过,如今在一些西方国家,当地的民粹和极右翼势力认为政治正确已经泛滥了,成为了某些群体的一种特权,所以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如今又出现了反政治正确的势头。 其中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前往西方国家寻求庇护的中东难民目前遭到的种种非议和排斥。 那么,耿直哥相信大家在了解了政治正确这番定义和背景后,就会发现咱们中国要求境外的航空公司把港澳台地区表明属于中国的做法,和美国白宫今天给我们扣上的这顶政治正确的帽子,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啊。 港澳台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世上至联合国,下至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世界上几乎所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都在官方文件上承认的,事实。 我国的做法,不过是要求那些出错的境外航空公司纠正犯下的,事实,性错误。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前不久瑞典税务局会主动在其官方代码中把台湾改为中国一省的原因,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政治正确,而是早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事实。 其实,即便我们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下单说台湾,特朗普的白宫团队今天嚷嚷的中国在给美国强加政治正确的做法也十分可笑。 因为美国关于台湾问题的一中原则,按照美国主流学界的看法,是当年是美国人为了拉拢中国对抗苏联,自愿在和中国签订的三个联合公报中确立的。 也就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本身就是美国主动对中国做出的官方承诺,而不是中国强加给美国的政治正确。 同时,一中原则在美国主流学界看来,更是维持台海稳定与远离战争的基石。 所以,如今特朗普及其白宫团队对中方的做法做出如此表态,只能意味着其要么知识水平极为低下,要么就是特朗普想公然违背美国和中国官方签署的官方文件,撼动中美两国的外交根基。 而这,也等于是加速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统一了。